你好 在这个影片里面呢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Fingo以及其他电商平台的一些分别 也让我们了解一下 Fingo到底有什么优势 我们都大家都知道 在马来西亚 有好几个电商平台呢 已经有超过五年的历史 他们都属于比较成熟的一个电商平台 Fingo只是一家新的公司 他们大概成立了一年左右 所以它属于是蛮新的 可是虽然如此 但是它也蛮多一些优势 是别的电商平台没有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 一般上人接触到Fingo的时候呢 都有以下的这几个疑问 比如说 为什么找不到产品的评语 第二个 为什么产品那么贵 第三个 为什么物流那么慢 第四个 为什么产品那么少 大家放心 在这个影片里面呢 我会解答大家的每一个疑问 然后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到底这些 是公司公司 Fingo公司的一些弱点呢 还是它的优势 让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顾客问到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在找不到产品的评语 首先我们来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需要产品的评语呢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 因为担心买到贵货 担心品质不好 担心货不对半 如果大家都有网购的经验 大家进到去某一家平台 你发现到 我们买A产品的时候呢 会有超过50家的商家 在里面 那大家会怎么去选择呢 第一 我们不认识那个商家 第二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骗子 所以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要考量到的东西 担心遇到骗子 担心付了钱购收不到货 所以在网购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遇到这样子一些问题 有时候很矛盾 太便宜东西的话 我们又怕是假货 太贵的东西的话 又怕别人占了便宜买的贵货 所以到底要怎么去选择呢 那我们来看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同一个产品 一个平台就超过50个卖家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我们平常商量有网购的话 你发现到 你用很多很多的时间 单单看平语罢了 同一个产品 买一样产品 你要看平语的罢了 那已经好几千条了 好几千条平语的话 你要去看 最少花上两天时间 如果今天我要买十样产品的话呢 买一样产品要看两天 那时间他不用花上20天吗 这样子变成 花了这么多平语 比较重点是 我们看了这么多平语 我们还是不认识那个商家 还是不认识那个卖家 那你觉得就100%安全吗 就不会买到贵货 也不会买到假货嘛 所以结论是 我们平常时候网购的原因 是在于我们不要出门 不要塞车 不要parking 不要去花那么多时间 去选择东西 然后还要付钱 排队付钱 因为我们要省时间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在这个平台里面有太多的商家 并且我们也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看评语 那变成已经不能够省时省力了 那你还有购物的乐趣呢 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那我们来看看 Fingo到底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时间 那第一个 Fingo是直接跟厂家拿货 所以帮你解决了买到假货的问题 它不像一般的平台 一般的平台呢 阿猫阿狗都可以做一个卖家 阿猫阿狗 你也不知道它是厂家呢 还是骗子 还是一个 一个什么人 你也不知道 它就在那边卖 卖了过后 你万一你是贪小便宜 买了它过后呢 买到假货 吃亏都还是我们自己 所以在Fingo里面呢 你绝对安全 不会遇到骗子 因为Fingo只是找厂家 而且是找大的厂家 它已经帮我们筛选了 这些卖家 你就会选择很多时间 不用一家一家去看 也不用去看comment跟review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真正要享受 在网络上购物的乐趣的话呢 Fingo是你唯一的选择 因为有了Fingo 你可以躺在床上 一边听音乐 一边敷面膜 一边享受着购物的乐趣 你不需要痛苦的 每天去那边 找很多很多的商家 看不同不同的review 花上好几天的时间 才买到一样东西 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啊 比较起这一个 想象一下 那么是多么的有趣 多么的快乐在购物呢 所以我们来看 Fingo 产品为什么那么贵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销售行业里面呢 每一个顾客都会问你 为什么你的东西那么贵 那是很正常的一个问题 就算你的价钱放一毛钱 他也是跟你讲 为什么那么贵 那是正常的 因为每个顾客都想买到便宜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看事实 我们大家都知道口罩的顶价 目前是一块半 Fingo只是卖一块两毛七 你看到这个画面吗 我们的一盒口罩五十片呢 才六十三块九 如果把它除起来的话呢 一片才一块两毛七 那你说贵吗 如果今天你是PS的话 就是你是prefer shopper的话 除了价格便宜之外呢 你还可以拿到零点八九 就是八毛九的一个反例 cashback 那你觉得产品真的是很贵吗 再我们来看 好啦 就算你赢 你说产品真的是很贵 那为什么产品会比较贵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Fingo是跟厂家直接拿货 他给你的是一个品质保证 你不会买到假货 你不会遇到骗子 你也不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为什么呢 如果今天你买到的货品质不好的话呢 Fingo会负起售货服务的所有责任 怎么说呢 今天如果买到一个东西 品质有问题 你直接可以联络客服 然后客服呢 就马上会叫物流公司来到你家 免费跟你取回那一个东西 然后100%原银奉还给你 各位 请问这样子的话 你会有亏吗 肯定没有亏对不对 可是我们来比较一下 今天如果我们去到其他平台的话呢 万一产品有货 有问题的话 你去找平台 当你问平台的时候 平台给你答案是什么呢 他会告诉你 对不起 我们只是一个平台 如果你要退货的话 请你找卖家 往往呢 一般上的情况 我们的经验都是 你要找那个外加 卖家的话是非常难的 而且呢 他的服务 他可能找不到他 也可能 如果你东西是从外国进来的 他叫你把那东西寄回给他的时候呢 那个运输费已经比那个产品的价钱更贵了 大家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所以一般上 如果我们就是贪小便宜 买到一个产品回来过后 如果真的是那个货不对办 或者是品质差的话 我们都选择把它丢掉 就忘记了就算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运输费太高了 太麻烦了 要去找那个卖家 你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Fingo 在Fingo 遇到真的是遇到这样子品质的问题的话呢 你不要担心 你马上联络客服 客服就安排物流公司去你那边拿回 原银奉还 各位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你还有担心什么东西呢 你愿不愿意给多几块钱 能买到一个保障呢 那我们来看 那刚才我说的那个是品质的问题 是货物品质的问题 那万一是我们的问题呢 我们的问题是说我们下错单 买错尺寸的东西啊 买错颜色的东西啊 买错数量啊 那不用担心 在Fingo里面呢 24小时内马上联络客服 申请退货 OK 然后呢 只要把那个货物寄回去给Fingo KL的仓库 在KL哦 在马来西亚的仓库哦 比较起如果今天你在别的平台买了一个中国的货 OK 买了一个中国的货的话 你要退货的话 你要把那个货寄回去中国哦 寄回去中国的话呢 第一麻烦 第二那个油费真的真的很贵 比你产品的价钱都贵上好几倍 你一定会把那个东西丢掉 所以最后呢 你还是浪费了一笔钱买到不对的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不会在Fingo发生 因为Fingo呢 你只需要把那个错的东西把它寄回去本地 只是收你一个本地油费就好了哦 而且你不要忘记哦 这是我们自己下错单的问题哦 不是Fingo的问题哦 然后我们再看哦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证据哦 我曾经买了一样东西过后 那我就觉得那东西不是很好 我就马上把那东西退回去 然后我就马上抽到那个钱 会进到我们的那个Fingo的账户里面 是100%退款哦 所以回到这一边问大家一样 一样很重要的问题哦 你今天愿意多付一点钱吗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 苹果里面的产品呢 还有一些是真的是比外面便宜的 就算好啦 真的是你说对了 它这一边的产品呢 会比较贵一点 贵上几块钱 那你愿不愿意花那几块钱 去买一个保障呢 可能在外面的平台呢 很多一些平台卖到产品 真的是很便宜的 我们都知道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 太便宜的东西你敢买吗 你会不会担心那个东西的 那个货物的那个品质不好 或者是你担心遇到骗子呢 还是你愿意多付一点点钱 多付一点点钱呢 买到一个100%赠品 而且是品质有保证 万一有问题 还可以找到Fingo 他们可以找人来这边免费拿回去 根本就不需要你花任何一点费用 这样子来换回一个新产品 那你选择是什么呢 你会选择贪小便宜 然后结果血本无归吗 再一个问题我们再看 一般上别人都会说 为什么你的Fingo产品那么少 各位如果你去研究的话 每一个平台呢 他们自己都有他自己的主力产品系列 OK 苹果的主力产品呢 其实他不是卖完全不东西的 不是全部东西都是他主力 他主力是在于 适合一家大小 男女老幼的家居热肠用品 什么是家居热肠用品呢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图 家居日常用品就是一般上的洗刷用品 客人卫生用品 家居用品就是家里所买 主要用到的东西都在里面 饮食用品就是在那个厨房里面的厨具都有在里面 装饰用品 化妆用品 床上用品 服饰用品 总之在你家里面用到的东西 所有东西呢 都是我们的主力 所以你不要在Fingo找到一些很难找的东西 你特地去找一个什么名牌设计师 设计的一件什么衣服啊 还是什么晚服啊 那些是难找的 这看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用到的东西来的 所以你在Fingo是很难找到这样的东西的 大家明白吗 接下去 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 今天很多人讲 Fingo送货很慢 很慢 其实各位 我曾经在Fingo买过很多东西 你看到这一个图案吗 这个图案我是在上面订购的一样东西呢 不到两天时间 我从这一个两天时间而已 就已经收到货了 Fingo目前在卖的东西呢 也包括了本地产品跟中国的产品哦 本地产品跟外面的所有平台一模一样的 都是三天到五天时间 你都会收到那个产品 那如果今天你买了一个账单里面呢 有包括了本地产品跟外国产品 Fingo有个很贴心的举动哦 虽然你给的邮费是一次过给的邮费 可是呢 Fingo会帮你分成几次来送给你 怎么说呢 今天如果你在那个单里面买了两样东西 一样东西呢 是Fingo现在在仓库里面有货的 另外一样东西呢 是必须要从海外运来的 Fingo呢 会把你的单拆成两个 两个单哦 先把有货的东西先送到你家 然后呢 再等另外一个从空运来到的东西来到了过后呢 再一次送到你家 他分两次来送 可是只收你一次的邮费哦 这就是Fingo一个贴心的举动 各位坦白说的 今天我们来在别的平台买空运的产品 空运的产品我们都很知道啦 最少最少都要两个星期才可以到的哦 如果今天你是空运的话 你一个产品收到已经是两个星期过后呢 我相信这个是很普遍的 一般上的人会complain这个东西 投诉这个东西很慢 是因为我只可以说 可能的你的网购的经验不是很多 所以你没有遇到这样子一些问题哦 当你网购已经超过五年以上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空运的东西 用上两个星期以上来到这一边的话呢 这是很正常的 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 不管是哪一个平台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来看 那这是在别的平台的一些痛苦的经验啦 各位 所以你看哦 在别的平台的话呢 很多时候第一个 第一件事情 他跟你讲货不对版 你要退回去的话 像我刚才所说的 你要退回去的话 要自己把它那个东西寄回去中国啊 寄回去的中国的邮费 已经比那个东西的价钱更贵了 那你会寄吗 通常我们都把它丢掉就算了 另外一个东西 他跟你说 哇你的东西寄到一半 遇到那个仓库那边呢 已经是 遇到一些问题哦 不能够过关 各位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很麻烦的 我们在联络那个卖家 卖家跟你说 他已经寄出去了 可是又没有到你手上 一般上怎么做呢 算了啦 忘记他就是好了 因为太麻烦了 我们买东西就是为了要快乐 为了要节省时间 可是遇到这样麻烦的东西 通常我们就把它忘记就算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已经超过五年的网购经验的话呢 我相信你有同感哦 你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了 那我们来看 Fingor今天独特优势 重点在于 今天Fingor不是给你一个单单的购物平台 各位朋友 如果今天你想要购物的话呢 当然是很多平台啦 可是Fingor呢 它有个很独特 是别的平台没有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免费购物 怎么说免费购物呢 你看到我这两个图吗 如果你可以放大一点来看一下的话呢 我这两个图呢 一张是200多块的产品 应该是300多块的产品 可是我都没有付钱 可是拿到那个东西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Fingor给你的不是一个购物平台 那么简单而已 它给你的是一个分享赚钱的平台 各位 你看到这一个人吗 这一个人呢 是在2019年11月加入 现在目前是差不多的五个月时间 他在Fingor的收入已经有160多千哦 160多千 所以平均的话 五个月里面有160多千 一个月大概有30千左右的收入 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网购是一个很流行的 很流行的一个趋势啊 所以这个趋势呢 我们可以选择 第一个选择 我们是选择做普通的电商 比如说你说做Lazada Shopee那些普通的电商 普通的电商的分别跟Fingor的分别 在于普通电商是你靠你一个人努力去做 或者是你可以聘请一些员工去做 绝对绝对是拿不到被动收入 因为你有做就有钱 没有做就没有钱 手停口就停的一个事业 可是在Fingor呢 我们可以开分店哦 我们可以开分店 如果你想了解详情的话呢 请你联络给你这篇影片的一些那个朋友哦 让他解释给你听 到底为什么Fingor可以开分店 我们可以用199块那么便宜的价钱呢 就可以开一个连锁网店 可以连锁网店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一个东西 别再跟我说什么Lazada什么什么 还有Shope什么什么比较便宜啦 给你省到一个5块10块 或者是五十一百块 也只不过你是个花费 花钱消费的用户罢了 你还是个消费者哦 在这里呢 在Fingor呢 你不只是一个消费者 你是一个老板哦 所以你在这边呢 如果你问我 你是花了还是省了多少钱呢 我真的不懂 因为我用的东西全部都是免费的 因为我分享出去的 赚到的钱呢 全部都是可以拿来买东西 我玩完全全 我是不用花一分钱就买到东西的 所以分享到这一边呢 希望大家都看得到Fingor的优势哦 它只是一个很新的平台 它需要时间去慢慢进步 重点在这一边 如果你大家看懂这个生意机会的话 生意都是这样子的 该开始阶段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掌握 等它整个平台成熟了过后 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加入了过后 你才来加入的话 已经太迟了 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到您 谢谢